这进攻环节确实没有发出来 但是他的遗传还是对于当时的来说非常的重要 打了个空门 终于是给了一个复攻球 得撑起 篮网真的有篮网 只靠后排去防 确实太困难了 局团技能还不错 有远函 管宜了 这就脚下懒了一下 可以去这回这个球的 现在有在彻翼的去调动复攻 但是整个团队的节奏都没有出来 给万紫玉都没有打实 迪传到位 迪传到位 迪传还是下不了球 现在连续给杨佳 但是连续都被 又被拦了 迪传系统来到了二十分 远传半到位 漂亮 就是要把自己去发挥,还是要更好打一点 这个侯尔也是很有自己的特点 这球发的还不错 继续组织 哈尔加斯在空中有一个 先来看一下这球 仍旧是 依船还不错 武汉今天24比18 平均女排率先拿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 统加 今天依船确实太稳了 神情表现出来的还是很轻松的 救出了 神情表现出了 丶把的招待 受不了 统加 统加 长 特点 等 宇传又开始崩了 一个沃尔加斯 是00后 年纪最大的竟然是01年出生的尼飞凡 好防守 漂亮 王爷爷也是 王爷爷在刚出道的时候 其实他的力量并不是很出动 小球稍微差了一点 弹性的弹性的弹性 决定 瓦尔加斯 这个遗传技能很不错 你保护一下 漂亮 无论是进攻 还是刚刚之前一直说的 一船 面对双篮网的这条腰线 还是在持续的 有点执着 又是让他打了个空门 这可能就是意识上的差距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欧美的接应很强 基本上是从 而国内的接应 可能很多是跑战术的 缺乏一定的强攻的实力 所以站到后排之后 基本上是以保障为主 就让很多国内的 尤其是一些小主攻们 在看到对方是两点攻的情况下 基本上都会往中间去并 蓝复攻 或者去蓝后三安 在其人面对这种进攻火力极长的接应 之后为了端拉网 一定不能轻易的放掉 传击的机会 点调了组织 好球 很敢打 蓝星月 升高的优势啊 基本没怎么跳 大手一挥就是一个得分 大球的是刘美军 好球 点护的霍尔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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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防守 连续给龚翔扣 这球无功了 天津队和江苏队 本赛季的首场交锁 篮网 蓝网得分了 还是快打完一轮了 还没有其他队能够给天津队造成很大的威胁 现在唯一剩下有机会的就是上海女孩了 在12月27号 在12月27号还是下午2点将进行由天津队对一阵上海队 王媛媛 王媛媛 球 比赛到位 自己打了一个冲进 前进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24比17 两人也是在积极的沟通啊 这个冲进其实船内有些到了 七个赛点的机会 比船到位 耐心组织 东方宇 好球 直线分化的非常清楚 可能今天江苏队最大的一个收获呀 就是 接瓦尔加斯的发球接的越来越稳了 这样在后面的四强赛当中肯定是 对于江苏队而言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瓦尔加斯到底有没有发全力呢 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25比18 天津队拿下了第三局 从而以3比0 战胜了江苏队 战胜了江苏队 1 2 3